先喝一下 很漂亮的羅漢果菊花茶 羅漢果菊花茶非常之簡單 又好喝, 消暑解渴又潤醋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菊花羅漢果茶 這道涼茶簡單又好喝, 煮好之後放在冰箱 天氣在外面回來, 都很想喝冰的東西 這時候, 倒半杯冬棍水 在冰箱裡拿一瓶涼茶出來, 對半溝開來喝 涼涼的, 喝得又多又舒服 不用喝到那麼冷, 對身體有好處 買一盒羅漢果有六隻, 都有一段時間煮 買一盒菊花回來, 以後是有時間煮 這道十克的胎菊 配半隻羅漢果 這道有一鍋水 這鍋水是1500克 煮起來也不錯, 味道很濃 1500克的水大概是六碗碗的水 如果想淡一點, 就可以再加一兩碗水 好過在外面喝了飲料, 自己煮一些涼茶 口感也好, 水份大一點 你就不會覺得口渴, 吃東西也開胃 什麼都不用加, 本身朗果是甜的 好, 現在要洗一洗 洗完, 直接放入水裡 大概就可以了 沖沖水, 洗一洗 沖沖表面就可以了, 剝開一下 因為它開了, 還沒用到, 放入雪櫃 如果你還沒開, 就不用冷 好, 著火, 先煮滾 蓋上蓋子 現在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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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 沖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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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搓太快 慢慢搓 搓出来的螺旱果菊花茶很清淡 先试一下它的甜度 搓的渣渣真的很清淡 它的味道相对比较浓 我建议放多两碗水也可以 这个味道应该是不错的 可以用保鲜膜封住的时候 放入它后可以 放在冰箱里冰住 你喜欢浓一点的就这样喝 如果你喜欢淡一点的 冰冰了之后 可以混合白菌水来喝 味道也不错 不满喝 很漂亮的螺旱果菊花茶 这一味螺旱果菊花茶非常之简单 又好喝 烧薯解渴 又润醋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